台灣的治安已經爛掉這種程度了 賴清德他在整肅鄭文燦對不對 鄭文燦貪污固然該死 今天已經到了當街開XXX人了 而且是對著臉把他打爛 我認為啦 邱莉莉案因為這個XX了 死無對證 邱莉莉案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問題是他現在說他沒有金流 那如果林世傑掛掉了沒有對照 那邱莉莉案就過了 我們本來不是在那邊罵說 那個台南法官都亂判 這種給他判無罪 現在終於理解了 法官也有難言之隱 他也不想被battle 然後往後拉 林世傑走出來 他完全沒遇到 然後槍手已經從那旁邊跑過來了 現在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槍手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走過來的時候 槍手第一槍 一槍就把他直接開下去 沒有給他任何回話的機會 一槍就打下去 打下去之後 然後你看 倒了地了對不對 槍手繼續補槍 對他的頭 這是對頭 他還特別雙手拿準 是對頭 這絕對是職業訓練的 這個一定有 可能在菲律賓還是哪裡做過槍擊訓練的 然後呢 直接給他打下去 蹦蹦蹦蹦蹦有沒有 中間你看 這槍打出火來了 他連續擊發 所以槍的溫度在上升 打到這個槍的整輪子彈都打完之後 打完之後怎樣 迅速跑掉 以他跑步的身形一看 這孩子啦 這叫孩子來打的 你知道嗎 來跟大家講 這個叫叫孩子來打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在道上就這樣 什麼樣的人最可以拿來做槍手 大概17到19歲 因為17歲已經長到大人的身材了對不對 他打下去他不會被判什麼重刑 然後呢 他們又出來又更大 所以他們很樂意打 還有19歲的 剛剛成年的 然後他們也沒案底 叫過來就直接打下去了 而且比較不怕死 所以台灣的治安 已經爛掉這種程度了 然後賴清德 他在整肅鄭文燦對不對 鄭文燦貪污固然該死 絕對該死 等一下我們會有時間講一下鄭文燦的事情 可是今天已經到了當街開槍殺人了 而且是對著臉把他打爛 光頭部可能中了五六發 然後最扯的事情是 我跟大家講綠眉還在洗地 我真的也是佩服 我也是佩服 來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綠眉怎麼洗地呢 這個我找一下 連槍的數量 就打的子彈的數量都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我看一下有沒有找得到 這個 來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這裡的槍樹 槍樹 跟這裡的槍樹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自由時報 如果看不清沒關係 我唸給大家聽 我只要證明給大家聽 自由時報報導 清晨家門前遇襲 台南市余會理事長 林士傑中三槍死亡 TVS快訊 台南女議員父親 招轟九槍重彈身亡 你看 連槍數都可以自動減少 真的是很厲害 他淡化 是對著臉轟六槍 聯合報報的也蠻精準的 聯合報說 身中六槍 他是被開九槍 六槍打到他的臉 打 基本上是打在臉上跟頭上 把他打爛就對了 現場就是要讓他死的 真的是很誇張 非常非常的誇張 已經到了一個 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了 所以 老實講 你可以看到 自由時報說中三槍 你現在是怎樣 你自由時報跟台南不熟嗎 不太對吧 你自由時報應該跟台南是最熟的吧 你可以看到 玩到這種程度 就代表什麼 這後面貓膩很大 我跟你講這後面貓膩很大 而且這個找年輕人 找年輕人在拍 就完全是預謀方案 我認為啦 邱莉莉案 因為這個死掉了嘛 死無對證 因為邱莉莉案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問題是他現在說他沒有金流嘛 那如果沒有金流 那也要實質恐嚇 所以這個案子的核心關鍵可能是 可能是林士捷恐嚇方姓議員 作為其中一個鐵證嘛 雖然方姓議員又翻供 但是他那個行車上去全部都被拍到 那如果林士捷掛掉了呢 沒有對照啊 那邱莉莉案就過啦 所以邱莉莉案可能就無罪啦 這案子其實是判不下去 大家知道嗎 當時邱莉莉等十人 包括十人 被判無罪的當下 台南市地檢是拖到最後一刻 差一點點餘期才上訴 等於都是最拖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裡面其實是相當的 相當相當的恐怖跟驚悚的 所以難怪啦 我們本來不是在那邊罵說 那個台南法官都亂判 這種給他判無罪 所以現在終於理解了 法官也有難言之隱啊 他也不想被battle啊 對不對 要換到被battle那還得了 對不對 直接不行不行 他人家法官也是會怕的 法官也是怕的啊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動力 維持青春美麗嗎 618年中慶 十幾言膠原蛋白生態 買六盒就送五包 每日完勝口含定 買八盒就再加碼送 十四包夢夢水飲品 絕對能讓您滿載了歸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體驗吧